他是全望最美正义性的第一神好网红 每天的日常生活 不是和法拉利总裁谈笑风生 就是与阿波罗的老板聊人生谈理想 心情不错去买个车 克尼赛格老板不仅一路拍着视角 还亲手给他拍抖音 而他过个生日 帕加尼老爷子更是亲自录制视频祝福 平时没事 他便搭着价值四亿的庞巴迪四人飞机 去参加全球最顶尖的骚克聚会 而从吴彦祖到好莱坞巨星函 以及小米老总雷军 无一部都是他的朋友圈人脉 而他便是神好大佬麦 每次一出门 麦克总是会被人围观 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名气有多大 而是因为他的车都实在是太贵了 从今年的骚克最佳跑车帕加尼赃的 到阿波罗的红蓝双农 再到阿斯顿马丁尼武山 以及全球最罕见的奔驰 和全球唯一一辆的克尼赛格金凤凰 甚至有的车 连很多车评人都没见过 在麦克的字典里 低于十二纲的车 是没有资格进入他家的车库 而这话也并不是在吹牛 毕竟价值上百万的奥迪2S 在他家里也只能拿来当拖车 纵观全网 恐怕就连王校长 也是要对麦克的车库垂涎三指 因为喜欢超跑豪车 各大老板们也是对麦克工为有加 每次去买车 阿波罗老板必定会一路陪同 生怕麦克受到了一点怠慢 而相比之下 科尼赛格的创始人则是更严 不仅亲自下场指导控油技术 还亲自陪着麦克试车 如果麦克不满意 立马就换下一辆 而对于麦克提出的意见 科尼赛格的创始人也是牢记于心 等到麦克提车成功后 还不忘赠上亲笔签名 不过相比于 帕加尼老爷子的代客之道 上面两位还是逊色许多 麦克来看车 一把年龄的老爷子亲自上场 甘愿当个开车小弟 每年的麦克的生日 老爷子总不会忘记 除了带着全公司员工录制祝福视频外 还会带着和家人礼物 亲自来给麦克请生 可以说老爷子属实把麦克当家人对待了 而分开麦克的账号主页 其中最多的跑车也就是帕加尼 看来老爷子这一番真心 也是没有白白付出 科尼赛格创始人亲自帮他拍抖音 帕加尼老板更是给他当驳车小弟 谁好网红麦克究竟是谁 外界对于麦克身份最多猜测的 便是麦当劳大王尹集成的儿子 毕竟我们观察麦克每天的生活日常 不是这里吃吃 就是那里玩玩 似乎是并没有一份正经工作的富二代 而网传麦克的真名名叫尹景俊 这姓氏也是立马对上 在通过某企业查询软件得知 尹景俊还是帕加尼中国区的高管 再来翻看麦克的主页视频 我们也可以看到 麦克的大部分视频都与帕加尼有关 这也似乎也就说明了 帕加尼老爷子为何如此看重麦克 甚至是亲自为他庆生祝寿 但如果麦克真的是富二代 可这尹集成的身家 也禁不起他这么败呀 毕竟尹集成并不是麦当劳的大老板 他只是拥有最多麦当劳店的华裔加盟商 旗下一共21家麦当劳店铺 估值也不过才6亿美元 而纵观麦克的车库 从全球最罕见的奔驰 再到全球唯一一辆的科尼赛隔金凤凰 这哪一个不都是价值千万钱 而这也仅仅是麦克车库的冰山一角 倘若全部加起来的话 也差不多是尹集成的全部身家 所以按理说 麦克的父亲应该更有钱才对 与此同时 利则爆料则显得更为靠谱 有网友称 麦克是全球最富医生黄新祥的小儿子 其实乍一看 麦克和黄新祥还真的有几分相似 尤其是当麦克留起长发时 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而再来细细考究黄新祥的背景 也比尹集成更充分离心 医生出身的黄新祥 手中有着92项美国专利 和138项国际专利 而比他的医术更为耀眼 其实是他的经商能力 靠着手中的专利 黄新祥一手创立了 两家医药方面的上市公司 随后还收购成为了 胡人洛杉矶时报的老板 早在2015年的时候 黄新祥更是凭借129亿美元 约820亿人民币身家 登顶美国华人中的首富位置 并且还是世界排名的第96位富豪 这么看来 麦克的超级跑车 也不过是黄新祥的小玩具 这么败家似乎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对于八戒的回应 爆脾气的麦克也是立马直播连线对阵 表示如果八戒态度还是这么恶劣 自己肯定会采取一些手段 你这种煽动国家歧视 我是可以直接去找人疯了你的 眼见麦克动了真格 八戒不得不收回自己之前的狂言妄语 并乖乖道歉 毕竟麦克在网红车圈的地位 也是相当之高 韩景峰不仅一声一声地叫他哥 就连暂时也会因为麦克的一句话 而高兴半天 同时麦克的脾气也不是盖的 怒对各路网红 即便是什么大派明星 他也不放在眼里 毕竟同位有钱 别的富豪心情不好 是去打打高尔夫 而麦克却是拿着真枪和弹来泄分的狠人